欢迎回来 陈氏小姐今天举办总决赛 不管是礼服造型还是泳装走秀 嘉丽们都在台上表现出自己最美的一面 不过这最重要的机制问答 有人是表现得可圈可点 但是也有人的回答仿佛是在讲冷笑话一样 而最后是由来自平宗的嘉丽多的后果 陈氏小姐总决赛 说到选美肯定少不了泳装造型竞赛了 这让嘉丽们的好身材展露无遗 也考验着自信与姿态 过除了外在美 及至问答更是选美的一大重点 有人表现可圈可点 也有人幽默应答 世界末日安静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 我想上数学课 因为上数学课度日如年 不过还是有选手太过紧张 整个人待在台上 还有才艺竞赛也是一大亮点 使尽全力表现 就是要抓住全场目光 不过也有人在台上演奏钢琴 瓶瓶忘谱 尽管表演不尽完美 不过依然卖力表现 最后是由来自屏东的王轩竹 夺下后冠 未来城市小姐 要用智慧与美貌 向世界宣扬 真是 再次